现代教育前保持老师萧元和两位文贫师前主考员 确是串谋公职人员失当罪成月底判刑 而萧元的太太蔡宜 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就不成立 郑海文报道 三名被告包括43岁的萧元 44岁的张国权和44岁的吴宏良 由酬车压送离开 萧元太太蔡宜获判无罪之后离开屯门裁判法院 萧元和蔡宜是前现代教育的中文科导师 张国权和吴宏良就任式教师 是考评局前口试主考员 萧元和张国权被控在16年3月 串谋使张国权蓄意向萧元披露口试事题 萧元有同时和吴宏良被控在17年3月 串谋使吴宏良向萧元披露保密口试的评分准则 裁判官税加例裁定 萧元、张国权和吴宏良串谋公职人员失当罪成 裁判官裁决的时候说 尽管无证据显示事件对应介考生构成不公 但足以构成感知上的不公平 被告行为严重打击民憑事的公正性 监禁释处罚无可避免 案件押后至今个月25号 等法庭杀取各刑的背景报告之后判刑 蔡宜被指17年监考中文写作期间 在厕所里向丈夫透露题目 裁判官认为蔡宜没有获聘为主考员 的期量只能在监考后赚取居马费 他的行为相对其崗位不牵涉滥用公权力 因此裁定他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不成立 有线电视记者郑海文报道